身高适应商 这两人同样身高矮,戏录却大不同 要说几点一圈圈遗憾的明星,肯定少不了今天这位,明明是实力派演员,却怎么都不红 后来签约于郑工作时候,虽然每次剧照中都有她,但她在于郑剧中偏偏永远都是千年老二的尴尬位置 她,就是杨蓉 很多人觉得杨蓉之所以只能出演女二号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她的身高 她曾因为太矮而被剧组拒绝 现在很多戏女主的设定都是比较高挑,而身材矮小的杨蓉往往就这样错失了让自己有可能打红的剧 不过杨蓉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她也凭借好演技在娱乐圈创出一片天 同样身高不高的还有沈月,去年凭借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大伙 有网友还因为沈月与身高190的狐狸天无法同框,一度怀疑沈月身高只有140,并调侃她是史上最矮女主 虽然沈月身高矮,但是还是很受欢迎的 除了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沈月还被台湾金牌制作人柴志平心点出演新版流星花园山菜一角 正是沈月身上独一无二的清丽甜美,日系少女漫感细致,才让她进入柴志平的眼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